哈囉大家好 又歡迎回到我們的玩電動人 我是任哥哥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東西 相信是大家敲破玩的 那大家的呼喊 廠商也聽到囉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東西 就是我們APEX的拉桿 而且它是AI-1專用的 那雖然說我們今天介紹的是AI-1的拉桿 但是呢 其他的APEX車種的拉桿也都適用喔 所以說有喜歡我們的影片的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 那我們接下來來聊聊我們拉桿這個東西 拉桿這個東西可以說是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你如果覺得你現在車上的原廠拉桿 非常好用、非常夠用 那相信我你絕對沒有使用過我們的APEX拉桿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來跟大家證明怎樣的拉桿算是好用 還記得我們上次有介紹過一集狗二系列的APEX拉桿嗎 那當天呢在幫我拍攝的攝影師 就是你們螢幕後面的那一位 他當天在拍完的時候 你知道他多扯嗎 他在晚上馬上喔 立刻就在他自己的車上安裝了一組拉桿 你說他扯不扯 以上的故事分享啊 絕對是真人真事沒有改編好不好 那我看攝影師你就自己把你的照片還是影片 PO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證明我說的話沒有唬爛 那我們接下來來聊聊拉桿跟APEX 我相信有在玩車的一定對APEX這個品牌不陌生 而且他的品質呢 一向都是非常的好 那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這一次 AI1的拉桿要等這麼久 為什麼其他車型都有了呢 其實啊我們AI1的車型啊 他是有分新舊款的喔 那新舊款最大的差異在於 他的倒車鍵 就是我們左邊按的那個會倒車的鍵 你如果說有升級之前的改風拉桿啊 你可能會發現一件事情也或許你沒有發現 就是你在騎車的時候你左邊按中煞的時候 你其實會換一個斷電的動作 但是那不是斷電 是因為我們在行駛間的時候去按到倒車鍵 那我們的車子有保護裝置 他會停住 那之前市面上的改裝拉桿 只要裝到新款的車都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APEX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來做開發跟測試 那麼也就是說 目前呈現在大家眼前的APEX AI1專用拉桿 其實是新舊款通吃喔 那我剛剛有提到啊 我們的拉桿是不是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呢 所以我特地準備了一支我們AI1的原廠的拉桿 跟我們的APEX的拉桿來跟大家做比較 如果以外觀跟顏色來說呢 大家可以看到原廠其實就單一黑色 那我們的APEX拉桿 總共有藍色、紅色、黑色、銀色、金色、五色來讓大家選 而且呢更特別的是 它應該是目前市面上唯一拉桿本體是做鍛造工法的 也就是說它非常的堅固 那它的顏色呢 採用的是噴砂陽極 然後雙色處理 所以在質感上跟手感上都相當的不錯 那當然啊 我講再多 倒不如讓我們實際有安裝過的車友來分享 不信你問問我們螢幕後面的攝影師 對嘛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比較一下比較實用性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聊聊我們的APEX拉桿的調整 APEX拉桿的調整啊 它有高達15段左右 所以呢 它可以說是幾乎 屌打我們市面上9層的拉桿了 那也是因為它這個特殊旋鈕的調整設計啊 所以說呢它的調整間距可以到非常的細微 那反觀呢 我們原廠的拉桿 阿美德條 你知道我講什麼啦 我們APEX拉桿啊 它調整間距喔 我拿一個尺量給各位看 它從最小大概是6公分的間距 到最大可以調整到10公分左右的間距 那反觀我們原廠的拉桿啊 大概就是9.5公分左右的間距 但是它是不可調的 所以它的間距來說會一直很大 那面對一些手掌比較小的人啊 他騎起來他可能會覺得不習慣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調式的拉桿可以說是非常的重要 畢竟我們的煞車跟我們的騎乘安全 可以說是綁在一塊的 所以說呢安全的部分千萬不要省 不信的話呢 你去問賛XXX 我們要再聊聊我們下一個APEX拉桿的優勢 就是它的手煞車 它是目前業界唯一有雙邊手煞車的 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右撇子左撇子 你想要煞前輪 還是煞後輪 都是可以獨立作業的 它使用方法非常的簡單 現在車時會動的 我鎖定它 說我鎖定了 快吧 你只要拉按就鎖定了 那它釋放的話也非常簡單 再拉一下就開了 你看 告訴你這個煞車鎖定的方式 連我阿嬤都會弄 那你如果今天是使用原廠拉桿 當你如果停在斜坡的話 你沒有手煞車 你可能就要去追你的車囉 就像這樣 哎呀 糟糕 我們以總結來說呢 我們APEX的拉桿 不論是在外觀性及實用性 可以說是屌打我們市面上 非常多的拉桿 再來呢 它的價格跟它的CP值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親民 而且它不只是用電動車喔 它連我們油車的機種 都有在擴大開發中 所以說呢 你如果是騎油車的 想要了解我們APEX的拉桿 可以私訊我們APEX的官方 那如果你是騎電動車的 那你沒有使用過APEX拉桿的 你還在使用原廠拉桿的 那我強烈建議 一定要讓我們 玩電動人體驗一下 如果你還有什麼任何問題 一樣可以在我們的 影片下方做留言的動作 或者是來到我們 玩電動人的門市 我們都有專能替您解說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囉 我們下次再見